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 石超评述 16号 温家宝在《求迟》杂志上再次提到反腐的说法 很多朋友对那个说法有疑问 就是说温家宝为什么那一番讲话比较沉浮 我说沉浮的意思就是没有心意 其实我在今天做节目的时候 我看到另外一个消息 讲温家宝的那篇文章实际还有很多的内容 特别提到了谣言的说法 他讲前一段时间就是三月底四月初 那一次微博的大清洗 所谓的谣言的说法被温家宝批评 温家宝说那是周永康干 但我们当时判断说那是周永康一定联手李长春干 因为铁路警察他们各管一段 对吧 在这样大的背景之下 如果温家宝在自己的文章里《求迟》杂志当中明确说 那些谣言其实就是老百姓真实的感受 那些谣言就是老百姓要知道真相的迫切的心态的一种表现 如果这么讲的话 那我们就讲说我们就看四月 四月份我们注意五月份我们注意 我们会眼睛不要眨眉眼的叫跟下去 因为这完全触及到整个江家帮的体系 整个血债帮的体系 而当触及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两个月前我就跟大家预言 最后他面对的一定是共产党独裁体制 这绕不开 法广有篇文章 翻译的是法国的费加罗报的 驻北京的首席记者的一篇文章 谈到体制问题 文章题目叫 《博家兴衰与中国制度的弊端》 文章上来提到 这是费加罗报驻北京的记者叫做海丰 写的一篇文章 他说被希望称为 中国的肯尼迪家族的 薄熙来家族的兴衰 即使风度翩翩 又雄心勃勃的薄熙来和古开来夫妇 属于红色中国的贵族 组成了最令人羡慕的家庭 但是没出几天 他们的命运却遭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美妙的前途被支离破碎 几乎达到政治顶峰的薄熙来 政治上却穷途末路 我觉得不是穷途末路的问题 哥们是保命的问题 这真的迎合了王立军的那句话 我叫鱼死网破 这回鱼没死网破了 这个我们都看到了 文章上来他就提到说薄熙来五毒计权 薄熙来的丑闻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在党的体制之下 他是光辉的 他是驴粉袋外头光 而至于驴粉袋里头怎么臭 没关系 当他倒霉之后 把驴粉袋就给掰开了 这就是党的体制所造成的 文章在这个题目里 他没有提到薄熙来的五毒计权 他讲说薄熙来这么一个典型的家庭 典型的官员 那今天他的事出事之后 造成了中国中共政坛上 从未有过的最大的丑闻和震动 紧接着他就提到另外一点 说薄熙来家族当中 我们看到了中共的裙带关系 其实这是正常的 今天的裙带关系是一个家族 一个家族这样来划分的 而且盘踞和占据了整个中国的各行各业 文章里提到薄熙来和古开来的经历 讲他们两个人的父亲 薄一波和古静生 都是中共国开国的元老和工巡 其实薄谷两家也没有逃过文革的清洗 薄熙来的母亲就在文革过程中自杀身亡 而古开来的四个姐姐都曾经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呢我想解释呢 大概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的整个过程当中呢 到了七六年七七年还有 其实七七年还有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他把中学毕业的学生呢 都给弄到农村去 把户口都给牵引出去 不许回城 那为了像所谓的像这个农民去学习 那无外乎呢 他想造成一个全国的平均的概念 同时缓解城市的压力 人口的压力 但是他说的话呢 却是冠冕堂皇 而遭受的迫害呢 是整个普通中国人的人性的被迫害 那大概是前后一代人两代人 大规模的上山下乡 然后大规模的又返城 那那些人都是遭受过迫害的 但是今天年龄在五十岁到六十五岁之间 我就说七七七八七九八零八一八二 这前后几级的 大概五级的这样的大学生呢 很多人都是从上山下乡的背景之下 又回城又考大学 然后今天成为了社会的中间 这就是我一再提到的一点 其实今天中国社会的中间人士 他们经历非常丰富 他们非常懂得自己的人性 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扼杀的 自己的人性又什么时候 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保住 那整个中国所经历的不同的年代 在这一代人身上几乎都有了 博古的家庭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薄熙来自己在文革的时候 就曾经因为自己是联动的人 打骂自己的老师 最后又被毛泽东投入到监狱 可是今天呢 唱红打黑的说法呢 他却反过来又把毛泽东 迫害他们家的方式方法 扭过脸来成为他自己 获得权力欲望 满足欲望的工具 这难道不是这个体制的邪恶吗 文章下面接着提到了 薄熙来丑闻与中共制度的问题 文章讲说 在整个这种权斗的过程当中 北京希望通过对薄熙来的处理 杀鸡给猴看 严惩违反中共党的纪律的人 哪怕那些人势力强大 关系盘更错节 但是薄熙来丑闻却一箭双雕了 薄熙来事件把政治与丑闻 错综复杂的交织在一起 反映出的是中国制度本身 这种制度本身的运行 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同时也震撼了中共独裁政权的根基 如何向网民解释 中共政权能够给他们 如此多的自由与权力 这里是说 中共今天当政的人 你如何给老百姓给我们解释 为什么薄熙来家族跟他媳妇 有这么大的权利 谁给的 人民给的 根本没关系 国家不是我们的 李鹏他女儿说的很清楚 国家是人家的 不是我们的 人家唱红说的也清楚 我爹 我妈 我奶奶的 打下的江山 然后呢 国家是我们的 跟你们没关系 人家说了 人把奶奶都搭上了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很关键的问题 文章接着讲说 能允许他们与金钱有着如此的关系 谁赋予了这样的权力 如此无法无天 而且还逍遥法万 能够如此长的时间 这又是谁给予他的权力 所以归根结底 最后就一句话 所有的一切是这个独裁体制造成的 是中国共产党造成的 其实你让我的话 说的话 还是那个 那么一个概念 共产党的独裁体制 放纵了人的欲望 以党性的名义 扼杀了人性 人就不是人了 我老早就用过一个概念说 腐败是结构性腐败 是制度性腐败 以这种绞肉机的方式 把所有的人绞进去 只要你妄图在这个环境之下 有所发达 有所发展的话 难道我们或者其他的人 想让我们的儿孙之辈 也重复这样的过程吗 这是今天我们应该 应该负有的责任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个中国人 应该对中华民族 有一个交代 有个责任的话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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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